华为不但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更自主开发先进晶片 最重要的原因 归功于中国大陆政府提供的巨额支持 华为被制裁的第一天开始就鼎力相助 中方政府在2023年利用优先采购契约 要求各机构购买搭载华为昆蓬处理器的伺服器 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 那光这个合约的金额就达到了50亿美元 过往购买Intel或者AMD的产品都没有如此 而华为2023年的财报也显示说 他们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支持 所以现在美国看到Intel是往下走 绝对不可能见死不救 但美国政府要怎么救Intel 台股在礼拜五出现了暴跌 重挫1004点创下史上最大跌点 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美股重挫 而美股重挫则是因为 美国内部的经济数据表现不胜理想 虽然说刚刚提到了美国联准会 在9月份有很高的降息机会 但是美国7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 真的不怎么样 那在画面当中我们提供给大家看 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这个最新数据 非农就业人数只新增了11.4万人 创下三年半以来的新低 7月份的制造业指数PMI是呈现下涨 那连续四个月下滑 而且低于50融枯线 也是八个月以来的低点 另外在科技股财报表现更是不如市场预期 尤其是Intel 这个Intel呢把市场都吓坏了 美股连续两天看到出现了抛售 主要指数全面收黑 道琼工业指数更大跌了610点 跌到4万点以下 而台积电ADR呢也跟着下跌 有4.6% 台股就因此下杀了超过1000点 那法人分析说其实不用太担心 是因为他们认为台积电的基本面 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过美国的经济问题 大使就绝对是美国下一任总统 必须要这个现实面对的 那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基本上美国这个暴力生锡 它事实上它是一种 怎么讲一种打强心针的方式 其实它这个后遗症是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它虽然把这个通膨看起来控制住 可是问题就变成这个其他部分的这些 这些岌岌可危的地方也很多 经济都是一个整体的 你不可能只顾头不顾就不顾脚 都是全身性的 那我觉得美国的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会为它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货币政策利率政策 起码迟早要付出一个代价 那最近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股票市场 这个大跌 一般人认为说其实是受到 那么金融市场的一个大的修正的影响 因为它影响了资金的走向 因为资金它是往股市跑呢 还是抽离股市呢 这个都是会影响股市融窟的 所以金融的问题 还有货币的问题 事实上还是美国经济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现在的话 美国这个 比如说它现在要准备要降息 事实上的话 对美国的整个股票市场来讲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美国实体经济 那么并不是表现得那么好 那也不是说这些公司 今天它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营运状况 是反映出它实体的竞争力 那有些公司 它的这个最近的财报一出来 你会发觉 哇 原来是这么好的政府 给予这么宽松的资金 资金成本 这个这么充裕的情况之下 还是营运这么差 我们举一个公司 像Intel Intel事实上 它的这个第二季的这个财报出来以后 它事实上营收跌了26% 那么事实上 它还亏损了 它整个营收亏损了16.1亿美元 所以它必须要裁员1.5亿 1.5万人 这就是美国公司的实质表现 那再加上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升息降息 一直在这个 这个猜测之中 所以市场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 整个这个金融业 它在它的这个资金走向 是都在做长期的这种调整 另一方面说穿了 股票市场在过去资金 泛滥的情况之下 也赚 也已经炒到一个高点 也必须要进行 重新再整理 再出发的一个阶段 所以就造成美国股市大动荡 相对之下 也造成我们台湾的股市 全球的股市都受影响 这一次Intel真的是影响蛮大的 也看到它就影响到 像费半跌了7% 蛮多的 那当然这个说到基本面 我们就来看看Intel的基本面 刚刚大使有略略提到了一些 Intel宣布裁员的幅度要达到 15%以上 然后说第四季开始 要暂停配发股力 好 裁员15%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画面上我们特别提供给大家 看如果反映在人数上的话 将会影响到的员工 有17500名员工 更别说这些员工背后的家庭 那2025年呢 Intel呢 还会紧缩 他们的营运开支 要大幅减少资本支出 100多亿美元 所以知名半导体分析师 入行师就分析说 现在Intel呢 每卖一片晶圆 就要赔6550美元 对照台积电 现在每卖一片晶圆呢 是可以赚4350美元 一来一往 真的差很大 Global X的分析师也研判说 Intel想要振作 晶圆代工事业 恐怕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江老师你看 这个现在看到出 是Intel在努力的做转型 可是很痛苦 可是这么痛苦的转型 就能够保证一定成功吗 其实Intel在半导体产业 它属于叫做 我称之为比较简单 叫做一条龙式的工厂 专业术语叫做IDM式的工厂 那它里面其实从头到尾都包 那包含CPU、GPU 还有我们的架构 跟制程还有设计 那这样子 这样子看下来的话 其实半导体产业 现在的投资是越来越高的 然后呢 以GPU来说 现在挥打NVIDIA 又是非常高 然后再来是架构 会跟按摩去充 然后那个设计 你会跟Apple跟高通 跟博通 然后制程 你又没有办法去打到台积电 所以变成说它要再多角 多方作战的话 它非常的辛苦 再加上说 它现在啊 在今年的财报 Q1的 Q2的财报 看起来是PC处理器 它是有多 有赚9%左右 但是它预计想要去投入的 所谓先进制程 去for AIPC的 它是亏了3% 那这样子一来一往下来 其实对它来说是很伤的 再加上说 它现在制程要去追赶台积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从以前 我们讲一个 ASMO的EUV的光刻机 最早只要1亿美元 到现在到后来变成4亿美元 那最新的话到7.36亿美元 你的设备投资是越来越高的状况下 你要怎么样子去回收你的一些部分的利益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手板 我们讲说 如果你要走到一个比较先进的制程 比如说两奈米以下 它从骑片式的电晶体 就要改成所谓的环绕式的电晶体 那可以看到 其实第一名的专利数目最多 其实是台积电 再来是英特尔 但是里面大概差了一倍 那再来是IBM 那再来是三星 还有ASMO 再来要去注意到 就是中国的中芯国际跟长芯存储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要从多角经营再转到制程的制作来说 我觉得在他们的整个产业布局来说 是非常的辛苦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值得去注意的部分 就是三星 在今年的Q2 首次两年 首次超越了台积电 我觉得这也是跟AI 让它的记忆体产业能够起来 带动他们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 大家要去再其他关注 我自己也看到有些分析师就 直接就讲明了 他说英特尔最大的败比 其实就在于说 它想做的事太多了 那要做了很多 可是你就会大幅增加你的资本支出吗 每个都想做 成本就增加 但是每个都很贵 每个都很贵 但是做完你要卖给谁 这是问题 而且不像台积电 它是专注在做晶圆制造 对 OK 所以现在三星恐怕也要引以为鉴 那当然这个中国大陆也在做晶圆 我们现在看到说 华为不断地突破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 华为不但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更自主开发先进晶片 但最重要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归功于 就是说 原因是归功于中国大陆政府提供的巨额 巨资支持 从华为被制裁的第一天开始就鼎力相助 他们就举例说 中方政府在2023年利用超过300份的优先采购契约 要求各机构购买搭载华为昆蓬处理器的伺服器 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 那光这个合约的金额就达到了50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是1640亿左右 过往购买Intel或是AMD的产品都没有如此 而华为2023年的财报也显示说 他们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大概328亿的政府资金支持 比2019年还要多出四倍 所以现在美国看到Intel不断的不管是转型 你就看到它现在是往下走的 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 见死不救 但美国政府要怎么救Intel 我觉得还是直接补贴 事实上这是美国商务部的网站 这是他们3月的一个消息 拜登政府宣布会直接投资 Direct Funding 85亿的美元 到Intel以及Intel的相关的一个产业 也就是它的那个整个产业链 或者跟它有关系的周边的一个制造业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直接采补贴 对 这可以看得出来说 有一些过去8年来 美国政府支持Intel的一些动作 它不见成效 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美国过去8年 从川普的贸易战 一直到拜登的晶片禁力等等 是在打击Intel的对手 但是显然的它有限制或影响 Intel对手的一些效果 举个例子 像台积电就受了这种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美国政策的一个很大影响 它就失去了华为这么重要 对它来讲是第五大第六大 这样的一个客户 这个让台积电是跌了一跤这样子 那已经8年了 相对的比较有限 那我觉得那个拜登政府的一个策略 非常的一个明显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那个direct funding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看得出从商务部的一个公告 以及美国的一个其他政策来讲 譬如说采购 举个例子 加强那个军方对于晶片的一个采购 这个采购当然是直接对 Intel的 像Intel采购这样的一个政策 也是美国整体计划的一个 我不是说策略性的限制 或者影响Intel的一个对手 从此就会放弃 这个还会直接持续 但是从过去的例子 看得出它效果有限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它会出这么大的一个手笔 所谓的potential direct funding 直接到Intel 以及Intel related manufacture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不管未来是贺锦丽 还是川普当家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补贴政策 它还是既定方向 因为贺锦丽是副总统 那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是拜登 贺锦丽Administration 拜登Harris 对 所以在如果是贺锦丽上台之后 顶多只是一个小修正 但是我觉得川普 川普对企业 以及贸易战的一个想法 它比较不一样 你可以看 他的企图就是很明显 他的主张就是很粗鲁 就是所有的东西 我至少要克你10%的关税 或者是中国制的产品 我甚至他也曾经喊过说 我就是要克给你超高的一个关税 甚至可以到100% 这个比较会是川普的一个手段 比较从川普的政策发言 或选举语言来讲 比较没有看到他采取 这样直接补贴的一个做法 美国现在在晶片领域 针对中国大陆的封毒动作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7月31号传出 美方将在8月份要推出新规 也就是所谓的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扩展 要禁止多国 向大约6家中国大陆最先进的 晶片制造厂出口设备 那受到影响的地区 包括说台湾 以色列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好不过 日本 荷兰跟韩国的 这些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商 他们是可以豁免的 所以呢 艾斯摩尔 还有东京威力科创这些业者 并不会受到美国 这项新规定的影响 那美国也计划将大约120个中国实体公司 要列入贸易限制的名单 包含有6家的晶片厂 设备制造商 电子设计 自动化软体供应商 那还有其他相关企业 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说 是哪些的中国大陆晶片厂 会受到影响 但是外界猜测呢 美国的晶片令就是指指 中国最大的低人制造商 藏心存储 好 看得出来美国 现在是请全力 在打压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加强了出口管制 那推各种的精力 但是呢 又要避免触入到盟友 好 不过现在呢 看起来打压效果好像有限 大家在说 中国的半导体好像是不死鸟 岳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啊 这个想要打压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到真的是雷声大 于点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原来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2018年以前的时候呢 大陆非常相信 这个全球化的这种把戏了 会觉得说是 大陆的科技的发展的话呢 有关于这个晶片的部分的话呢 交给人家的话呢 又好又便宜嘛 所以说呢 他做他自己要做的 然后大家可以分工嘛 也输减一下这个贸易上的压力嘛 那突然呢 美国就发觉说是 不得了了 这个事情要打压 要不准在大陆发展 我在那边提出四个理由 让大家一次清楚的了解 首先第一个 我在学校就教科技哲学的 科技哲学本身 给大家了解 这个科技不管你多发达 你永远是这个 发现了 你不会发明 只有上帝能发明 这个意思说什么 意思说呢 这个大家科技上有差别的话呢 只要你有足够的工程师 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源 有足够的金钱的话 你假以时日 都比有成 这个是第一点 大家心里都明白 所以说没有人估计上 说中国人就不行 没这件事情 就讲说 三到五年 中国才能追得上 这个可以 因为讲得非常宽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其实本身来讲 大家都把距离于什么 三奈米 五奈米 或什么 讲的奈米 你知道三奈米是多小吗 你知道比一个头发 本身还细啊 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 绝大多数的科技 像我们现在用到电脑 要什么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大陆现有的 晶片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在 应用上来讲 只是说要达到那种 像是那种 非常尖端的科技 什么的话呢 那确实要有 非常小的这种科技 但是因为有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华为的 MAT60 Pro的话呢 它基本上 也就是做到了 自己这5G的手机 5G的晶片当中 它也是 做了一些科技上的突破 这是第二部分 在应用上来讲的话呢 最不用最尖端的吧 那么这个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它自己在规定 比如说英戴的 就是英伟达本身来讲 它那个芯片的话 AI的芯片当中 它就做了非常多的 就是说 要避开美国的限制 你这边所强调的 有一些这个 阿斯迈尔的 或者说是这个 东京的什么 威力啊 什么的 他们基本上 就是说是 他们的公司要生存 你想想看 这种高科技的公司 你不能够指望 亚非拉的国家 亚洲非洲 跟拉丁美洲的国家 来买你这些高科技产品 你要指望 就是说又有能力 又有金钱 买了本身 又要能够转变成 这个芯片成为这种 进一步发展的 这样子才能够卖掉 那你现在 阿斯迈尔的这种光科技 能卖给 除了卖给中国以外 能卖给谁 然后呢 这个美国自己 都没有制造业了 那东京本身的一大堆 什么光科胶 什么这些东西 原来人家做好了 全球化的一个准备 是全球性的分工 所以我刚刚 针对于那个 上次所提到的题目 我再稍微强调一下 原来中国跟欧洲 在2018 在疫情之前 签了一个中欧贸易 中欧投资协定 原来都已经是 做好要投资 为什么现在 意大利的梅洛尼 跑到大陆以后 狠狠地把 发了封信 骂了一顿 原因就是说 你这个做法上来讲 用政治来引领贸易 用政治来引领经济的结果 让人家没办法活 因为这些大厂 它本身 所涉及到的 它的生产的话 原来是属于 世界分工的一部分 它不卖给中国 卖给谁 谁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情况下 这不是说光吆喝一下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说这也是 无怪乎说 除了立陶宛 立陶宛是非常特殊的 一个情况 布罗地 三小国 恨苏联恨得要死 为了要追求自保 所以说不行 美国讲什么 它都对 那么讲的 对没有错了 那你自己国家 要干什么 但是大家要生存的话 谁跟你一起走 所以你说 对于这个半导体 就是美国带头 对中国打压 最多三到五年 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那美国自身呢 我们要来看到 这家半导体大厂 Intel 8月1号 他们公布了 第二季的业绩 不仅这个财报 财测都逊于 原本分析师所预期的 还宣布说 要裁员超过百分之十五 那也不支付 2024年第四季的鼓励 现在知名的半导体分析师 陆行之 他就说 真的是可以用 惨不忍睹来形容 好 Intel现在陷入了困境 跟台积电没得比 而且恐怕会被超为超车 美国政府推出了 很多的政策 其实都已经在独厚Intel 那接下来上支哥 您看 还能怎么救 Intel真的太惨了 你知道这个科技啊 AI Intel就是AI的 也是一个 包括晶片啊等等 我都想说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当时在打电脑的时候 Intel像神一样 你知道这次 8月1号 它公布之后 盘后之后 一度大跌百分之二十 后来修正过来一点点 你难以想象 这个真的是 现在涉及到 AI所产业 最近它比较颠簸 但至少在这一年多以来 是众人皆赚 Intel独亏 得AI者得天下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毫无疑问 大家都觉得是 整个它是基辛格 它的CEO 真的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 这次8月1号 这个大跌之后 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是说 到底跟中国有没有关心 其实当然现在 这两天竟然出现一个 我觉得很荒谬的说 是不是因为中国开始 就在禁 那个Intel的CPU产生影响 我听过我真的是翻白眼 你要知道 中国大陆在近年三月当中 它宣布的是 政府的电脑 开始要逐步地淘汰 Intel跟AMD的部分的CPU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很多的作业 文书作业跟档案 这些东西 而你要知道 在中国大陆 你说对Intel影响很大吗 没有错 中国大陆现在要拉抬 鸿蒙系统 作为中国政府 包括各方面主要的系统 但这些刚刚强调 都是在作业 有关于政府的作业 你说在商务 你说百度的这些云计算 他们敢用鸿蒙吗 鸿蒙现在的状态 是在作业系统各方面 可以的 取代一般的 所谓的这种 原来传统的PC 微软这些作业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在商业的这种 包括AI运用 你不可能鸿蒙能够取代 也包括现在CPU跟GPU 自己本身也在竞争 很新很新的科技 现在重要 现在很多的 最新顶线的科技 不需要CPU了 更不要说 你刚刚讲微软 微软前阵子 大家应该新闻都看到 它那个CPU 让很多全世界 有多少的那个 这个电脑全部当机 真的是死去活来 大家真的这一波 根本是 我觉得Intel 大概有史以来 从车里 大概八字最糟糕的 或者星座最糟糕的 就这时候 好 只能讲说 我觉得现在 Intel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没有任何的 包括中国市场的加持 也欠缺自己在技术 在投资各方面 全世界到处承诺 要去盖厂 像包括德国都承诺 那现在全部都拖延 感觉起来 Intel有点 是因为破产的感觉 技术核心技术 我们都认为Intel 核心技术 还是非常厉害 但是问题是 你终究要建厂 你现在在摇晃当中 也希望不要找台积电 先前说不到要代工 后来又偷偷又找台积电代工 整个Intel最大的问题 是它的摇摆 但是Intel作为美国政府 最主要扶持补贴的对象 你补贴一个 你不能说 它现在就是说 不可 就是阿斗 也不行 那么 但是它现在的 这个混乱状况 我觉得现在 这两天 我们看到最新的 已经有一来一多 风声认为 你就要把西欧换掉 整个从头来 重新打过 如果没有这样 不这样做的事情 之后 Intel大概就只是在 所有一片辉煌 辉大一片辉煌的时候 AMD赚得 跟它竞争对手 这么赚的事情之下 你都不知道怎么样 继续跌落深渊 是 好 我们来看到美国 为了要围堵华为 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取消向华为出口 某一些产品的许可证 但是美国晶片制造商 高通在获得 美国政府的豁免 可以继续跟华为合作 但是华为 这几年被打压之下 早就已经开始 有自研晶片 那讲白一点 就是华为 现在已经不再需要 高通的晶片 好 栗章君想请教 你让这个美国的 这个晶片禁令 伤到的不就是自家人吗 当然是伤到自家人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 手机的晶片 其实我们可以区分 为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设计 就像是高通或者联发科 它负责设计这个 手机的晶片 所以我们手机 因为这个晶片 它可以运作很多 不管是我们去下载APP 或者是计算 或者是网联 设计完这种晶片以后 那第二个是 你晶片工程师 设计好以后 你要交给工厂来制造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交给谁呢 以前都交给台积电来制造 台积电来制造以后 台积电自己没有 自己品牌的晶片 然后他就 高通设计好以后 高通把这个晶片 卖给华为 或卖给Apple 然后Apple 他们这个华为 他们再把它装到 自己的设计的 手机上面 然后卖给 所以说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 大家分工合作 一个供应链 那现在美国 它为了说是要打压华为 它怕华为 压过 这个卖得比这个苹果要好 所以他就说 不准你们高通 或者是这些 还有我美国科技的 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把这个晶片卖给华为 不准卖给他 那逼着你华为没办法 我手机我必须要卖 他后来有一阵子 他没有卖手机 他去发展他的5G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华为他自己可能 他就自己设计晶片 然后设计完以后 他委托谁来制造呢 委托中芯制造 那中芯这个晶片公司 来制造这个晶片来讲的话 当然刚开始大家认为说 你中芯这个没有这种 EDV这种 这个极脂外光机 做不出来高阶的晶片 就算你设计的再好 你不见得有这种机器 你就做不出来 但是没想到 这个华为来讲的话 中芯晶片 它用这种 这个重复不断的曝光 就像是我讲一个 简单的道理 就是假如说 我们照一张相片之后 对我们把它放大 再照一张 再把它放大 再照一张 那可能良率会比较低 那可能来讲的话 它的效果 这个良率没有说是 刚开始第一次 这个高显微的这种状况之下 做出来效果好 可是它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做出来 就算是良率低 它最起码7纳米 去年来讲的话 那7纳米 对华为它所需要 设计的手机来讲 它的需求已经功能 已经确实足够了 所以我们看到去年 它的META60卖得很好 就它故意在联盟多 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它在那些突袭的方式 来卖这个华为META60 让联盟多吓了一跳 大家还戏称说 联盟多是代言人 那现在来讲的话 华为他们中心科技来讲 被逼得又做出更好的晶片 也就是说可能他们研判 可能有可能做到5纳米 或甚至有到3纳米 这种可能性很多 就像是院老师刚刚讲的 这科学的东西 只有说是 你要不要花时间嘛 那你给我时间 我慢慢做出来 那或许你现在进艾斯摩尔 到以后会不会有一天 这个中国自己也做出 这种光刻机 这就很难去预测 也有可能哪一天 它自己做出这种光刻机 到那个时候 它可能1纳米2纳米 都会给你赶得上 所以美国这时候 让高通把这个晶片 卖给华为 它也是不得已的措施 不然它就自己做出来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7月11号双曲线 1号摇巴 民营商业运载火箭 在旧全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升空 但是火箭的飞行异常 所以飞行试验任务也失利 现在进一步的原因 还在厘清排查当中 但是这个微博账号 ISPP航天科普小组 就发文 说这一回发射是双曲线1号 第7次发射 但是第4次失败了 双曲线1号火箭 是在2024年首次发射 原本计划要把卫星 送到太阳同步轨道 那商业航太是一个 长周期重技术的领域 火箭领域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根据中国大陆企业数据库 汽茶猫的数据统计 截至2023年初 大陆注册并且有效经营的 商业航太企业数 达到了433家 好 这种更如何观察 现在中国民营火箭发射失败 那以及大家想知道说 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追得上SpaceX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火箭 特别运骰火箭的这个发射 过去来都是成功率非常的高 但这主要是这个说 它是国营企业相关的这个火箭 它的不管是载人 或者普通的卫星发射 它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但这几年我们陆续发现 其实它的民营火箭公司 其实这几年非常的活跃 不只是利用它路上的 像九泉几个重要的发射基地 甚至它还在海上 进行运载火箭相关的发射任务 而且有好几个有名的火箭 包括这支双曲线这个一号 那另外之前还有古神星火箭 那它都是属于这种 固体推进式的这个火箭 它具有可能成本较低 还有反应快 特别是过去以来 我们经常在想 如果说中美之间 爆发大规模冲突 双方在相互摧毁 这个轨道上的卫星体系的时候 你这个快速应急发射卫星 来补充你卫星耗损或损失 这个能力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因此大陆这几年 只是积极发展所谓的快舟系列 还有像这个民营公司这种火箭 作为它国家安全 特别是确保卫星体系运作 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 但我们发现这些民营卫星公司 这几年它发射失败率 其实不低 包括刚才讲的双曲线这个系列 已经这个七次里面有四次失败 另外之前古神星也有发射 那失败 卫星没有进入轨道的现象 但我认为这都是这些民营公司 在学习过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毕竟马斯克它的SpaceX 那过去失败的案例也很多 特别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种技术 是它一大突破 但初期它面临的失败 这个案例也非常的多 也因此我认为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相关的民营企业 一定要顶得住 你学习过程的各种 不管是商业损失或商业损失 但诚如刚才讲的 这个商业卫星是属于一个周期长 特别是你投资以后 你要比较长的时间 你才能回收相关的支出 另外它还需要不断地累积技术 那就看这些民营公司 它有没有那么大的口袋 那么深的口袋 能因应这些过渡期 但如果说获得突破 获得很好的成功力 特别在市场里面打出你的口碑 我认为后续的发展 是潜力非常大的 是 另外一个焦点 要带大家来关心到 根据上官新闻的报道 华为上海青浦专案 已经全部建成 那正式命名为 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 占地有2400亩比起 这个苹果园区 还有微软的西雅图总部的总和 都还要来得大 好 游老师你怎么看 现在华为突破了 美国还有盟友的封锁 以及帮我们分析一下 它这个练秋湖研发中心 它的名字怎么来的 锻炼深秋迎接寒冬 我告诉你 它这个练秋湖 因为我上次坐在这边的时候 我跟华为有一点接触 都不好意思讲 因为他们华为内部 手秘密 他们都不愿意多讲 但是我们实在是运气好 有一点小名气 他们也喜欢我们讲的内容 就跟我们聊了一下他们内部 华为有三个基本的原则 民族主义 科技报国 危机意识 我很难见过二十几万人的科学家 我们大县是工程师出身的 二十几万的工程师 每一个人都是 我碰到的人 我不能够以偏概全 但碰到的都是 父母不是来自乡下农民 然后自己本身来讲 就是小时候读书跟神童一样 他们就是受到这三点影响 所以我觉得任正非真的是非常具有领导的能力 所以他们在落实当中的话 他们也有三个原则 他们基本上永远不说自己好 永远只说美国好 然后的话 然后就是说 讲到自己的话 就是要认为自己的科技当中的话 永远要进步进步再进步 就是说这个表现非常非常的有水准 而且他们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他们永远不知道 就是说华为今天能过这一关 不晓得明天能不能过那一关 那我那时候觉得太感动了 我跟你讲 我跟华为这个工程师聊天 我自己掉眼泪大概两三次 其实我都不愿意透露里面的内容 因为像我这个人是哲学家 跟工程师聊天 怎么会这么掉眼泪 因为我跟你讲 他们的饭厅里面真的有那种 国居十六岁的小孩子 去打仗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美国人问他说 打完身杖你在干什么 那时候他说那时候我找死 他说那你认为这场战争 中日战争会打到结果 他说我们一定会赢的 听了非常感动 那个饭厅里面就有那个破飞机 烂的那个芭蕾屋 跳芭蕾的鞋 就是整个华为 我觉得说他的那个管理 所以我得到这个心得 我都现在这几天都在看任老的书 我觉得他是个哲学家 他是个管理哲学家 他基本上的话 就是强调民族主义 又强调科技报告 又强调危机意识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碰到一个 任何的华为人是例外 万众一心 我在那边要强调一件事情 你知道华为在拓展业务的时候 跟我聊天的那个人 他在华为工作17年 16.5年是在艰困地区 这个 嘴巴里面塞过枪两次 得过两次 虐疾 然后都是在一些最艰困地区 我刚刚讲的那个奇怪 叫什么石瓦 跟我们用 对对对 他自己还签过一个牛给那个酋长 因为华为到处被打压 到处被压制 所以只要有可能发展商机的 他们一定发展 而且他给我看一张座面 他们在利比亚 利比亚多乱 对不对 他们在利比亚总经理的头上 睡觉一个弹口 你要了解华为本身做的事情 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我们一般来讲 会觉得做科技突破 但是如果你要有一点 这种民族主义的精神 这种危机意识 再加上科技报国 这种精神结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一场 这个第五 不是说是在深秋锻炼 然后迎接寒冬 这几乎是年年长青 你要了解这个精神 我觉得没有夸大 只是我 我只讲了百分之一 他们讲说 你到外 千万别讲我们这 我说我没办法 我在台湾 我得上电视 我得好好褒奖一下你们 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都不难 他们上下贯重一心 做什么事情 通通都有感觉 我那时候在土耳其 遇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讲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 所有的机房里面 华为一百多个工程师 中国人全部在里面 其他爱立信啊 诺基甲都跑哪去了 好 说到这个上海 恋秋五研发中心呢 现在广州研发中心 一起的计划也接近完成了 今年的九月份 办公区整体竣工 是华为在广州的 第一个研发基地 好 大清哥 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是美国 请洪荒之力在制裁 那就您来看 华盛顿它的局限性在哪里 美国的洪荒之力 最后就把华为塑造成为 是民族英雄 现在华为就是代表 民族精神的品牌 我到中国大陆去看到 很多人要用华为的产品 在网路上看到大家的讨论 都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足以代表中国大陆 所以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些广大的市场上 对它更投入了 更多的支持跟关注 那更不要提到 像刚才运老师提到的 任正非的领导 真的很令人佩服 那么任正非的这个领导的哲学 包含它运作这么庞大的一个企业的这种 这种基本的出发点的概念 这种初心 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大家如果现在看一下 华为的股权结构 华为的股权结构 任正非是占非常非常非常少比例的 它所有的股权都在哪里 华为所有的股权都在员工的 这个员工的委员会里头 也就是说华为所有赚的钱 都是由这些员工的奖金把它分掉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 很大的一部分去投入在研发经费里 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可以有这么强大的研发能力的原因 光看华为自己的股权结构就知道了 你们看看哪一个有钱的老板 你看看马斯克 你看看这些人 在国际上这些像华为这样实力的公司 他的老板他持有的股权会这么的低 然后他却把所有其他的股权 全部都让给了他的员工 然后把这些股权全部投在研发经费里 没有一个公司做得到的 只有华为做到了 所以今天的华为才会有这样的江湖地位 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华为的发展 他在现阶段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的代表 同时他也背负了刚才律长师讲的 就是科技暴谷 他们的使命感是很强的 他们知道美国正在全面用各个角度 来对中国大陆进行科技围堵 所以他们在全方位开始要进行科技突围的动作 所以你看到华为不仅仅是在他现在的通讯业务里 他在晶片设计里 他在电动车 他在机器人 他在人工智慧 他都有很大的突破 他都做了很多的功夫 根据彭博报道 美国国防部虽然积极禁止华为的设备 但是由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国家系统当中 很难找到替代品 正在寻求禁令豁免 这是美国的国防部 好这个状况显示出现在美中科技战 打了四年多 还是很难完全抑制华为的发展 那拜登政府今年来已经撤销了八项 允许部分公司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 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刺杀华为的企图 是不是适得其反呢 岳教授 我出去了一趟 在机场遇到一个华为的工作人员 刚好很巧他还认得我 就聊了一下这些问题 我很好奇嘛就发问 通常华为这个二十万人的公司 没有一个人会轻易对外界表示华为的心情 他们的组织之严密 命令之规则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 只能透露我所知道 针对这个问题我要回答 华为有三项特征 第一项特征就是科技报国 我跟你讲万众一心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原来的高管 华为没有一个人是被迫加班 都是主动加班 有很多人为了华为的市场的扩张 把华为的科技要推销出去 然后我问他说 你们在最艰难的地区 像埃克森 诺基 都不敢去的公司 你们敢去 你们靠什么 他说就靠我们的科技好 真的都非常有信心 大家对华为有点关注 那不是只有无线通讯而已 那几乎是所有造车手机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华为本身 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他能够突破 就是靠他的科技 第二点 我觉得华为非常非常强调 危机意识 我现在正在读的 任正非的书名就叫做 下一个岛的企业 会不会是华为 危机意识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里面所有的事情 华为本身来讲 他特别厉害 他基本上所有的员工 一起共同享受 公司的盈余的同时 大家一起共贪 公司要负担的风险 所以这个危机意识非常严重 我自己想起来 我曾经拍过视频 介绍华为的时候 我认为这公司 没有办法被复制 因为他发生的过程当中 那个指挥 任正非本身太能干了 他自己拿不到 1%的股份 这样子全面分 我不好意思讲 台湾没有一个老板 是这样子 全世界也没有老板 能够做成这样 大陆甚至也没有办法 重复他的企业经营 然后第三点是民族主义 因为我特别 马上问这个华为的工程师 我说你们的餐厅里面 是不是有一架 很破烂飞机的照片 然后被打得烂七八糟 还要坚持回航 他说不但有这张照片 还讲到抗战时期 国民导的一个16岁的小兵 那个时候有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年轻要参军 他说因为爸妈都死了 对参军 那他讲说是 你打仗回来以后 是不是想要过好日子 他说你放心好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他讲完这个 我眼泪都差点掉出来 华为每天人在吃饭 就看这些照片 然后就看到 华为的餐厅里面的 菜非常好的 同时照片非常感人 这个基本上就是强调 华为是一家民族企业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什么叫华为 华为就是中华有为 他们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三点 第一个科技报国 第二个就是危机意识 然后第三个就是民族主义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不敢讲 因为大家讲说 美国要刺杀华为的企图 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美国不但要刺杀华为 美国要刺杀中国的成长 中国的这种崛起 对不对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 华为本身老早就意识 而且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华为基本上 刚好就生存在 美国对他的打压的 这种所产生的危机意识 如果我跟他讲说 我做一个结论 如果美国不打压华为 整天夸奖 华为好 华为棒 华为呱呱叫的时候 华为恐怕还没有 今天表现得好 说到华为的动态 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 大陆车企赛利斯公告 该公司打算收购 华为及其关联方持有的 已注册或申请当中 919项问界等系列的文字 还有图形的商标 还有44项的相关的 外观设计专利 那这个收购价格呢 合计大概是 人民币25亿元 华为其实之前 已经把智界跟想界商标 分别都转让给 对应的自选公司的伙伴 像是奇瑞还有北汽 不过问界毕竟是 华为一手养大的 我们想请教一下 盔波老师 你怎么看说 华为这次他卖掉问界 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吗 如果我们用一个 比较粗略的观点来看 其实华为就是 把它养大之后呢 把这个它的产品 交给它的这个车器 去做这个汽车主要的销售 但是它联合合作的 这个行为都还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我华为可以作为一个 我这样讲 叫kinmaker 一个造王者 但是呢 来车给你卖 反正他自己没卖车 对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赚钱嘛 因为现在单打独斗的日子 华为自己讲了 过去了 一定要找一些兄弟 一起来努力 所以这个华为在 它这个问界 这一个模式 我个人的出钱的判断 大概也是这样子 那华为它的 它的这个所谓的智选 智能选择 好了 我们这样讲好了 其实它过去这几年 两三年 我觉得 呈现了一个新的 商业合作的模式 就是华为它有它自己的 工业设计 然后还有它的软件设计 还有它的行销系统 还有它的客户回馈的 这个感知团队 其实很好 因为手机本来就 这些平板本来就很快嘛 这些都是一般的车汽 汽车企业比不上的 但汽车企业 它有它的硬体制造 还有它的这个测试的 这个能量等等 华为是没有的 华为就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华为说 我们成立了一个 这个可以永续的生态系统 或者生态联盟 汽车生态联盟 反正你出你的优势 我出我的优势 其实说实在 有点像经济学 那个超级基本的概念 就是比较利益法则 你把你的优势拿出来 我把我的优势拿出来 然后大家互相拿优势 去做贸易 那这边当然不是做贸易 而是做合作 所以我觉得华为 它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未来有没有其他的 新的这些汽车的 这个模组 可以去试用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从刚才主持人提到 这几款汽车来讲 看起来 只要这几款汽车 能够长期的卖下去 那华为 它就跟兄弟分润嘛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而且它最近的手机的业务 也慢慢稍微平稳一点点了 所以如果手机业务平稳 那它的智能车 从去年的亏损 好像六十亿人民币吧 然后到现在 Q1第一季 已经可以有点小小的盈余了 那华为的企业 刚刚苑老师讲了 不会是下一个岛的企业吧 如果这样它做得下去的话 我想华为 我不敢讲 是不是以后都没问题 但短期内看起来 它应该正在求新求变转型 好像找到一条路 好 说到这个团队 这样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中国大陆电动车 那各个品牌 在全球的市场上 真的是功成略地 2023年第四季 比亚迪电动车的销量 就超越了特斯拉 夺下了销售冠军的宝座 那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的报告就预估 2024年 全球电动车的销量 会突破一千万辆 而且比亚迪的市占率 会大幅的成长 超越特斯拉 这个全球电动车市场 最可怕的 现在不是中国车系 在小架竞争 而是可以解决 电动车的里程焦虑的 固态电池 想请教舰长 你怎么看说固态电池 现在被视为说 接下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电池永远都是电动车的 必争之地 所以我们谈到 中国大陆的新三样 其实就是电动车 还有电池 那就占了两样 所以其实电池的重要性 不言可遇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Toyota它是一家 之前非常成功的车器 但是不见得表示 它未来还可以继续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还在停留在 造车的阶段 可是我们看看 刚刚院老师提到的华为 华为也坐车 虽然不像比亚迪 现在创造这么大的一个占比 但是它也开始要造车 但是它更强调的是什么 形成一个生态圈 那形成生态圈的时候 也就是跟我们 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早上一起来 那我们所需要的资讯什么 它都透过这个资讯圈提供 那当我们在驾车的同时 它也会直接的汇入 无论是道路的讯息 或者是现在天气的讯息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生态圈的观念 其实Apple也想做 Apple当初 它也要做Apple Car 那它的Siri也就是生态圈的一环 但是很抱歉 它的Apple Car就行不通 就结束了 那但是有关于这个电池的部分 为什么我并不看好 Toyota的这一种固态电池 因为最重要的是规模经济 那当现在比亚迪 这不断的以合理的价格 卖到全世界各地 创造更大的规模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就代表什么 整个标准的制定是在中国手上的 在中国大陆手上 一旦它有了这一个制定标准的权利的时候 你头腰它只是会造车而已 你要后面再追上这一个标准 对不起太难了 那所以我们这样讲 就是它大概已经不能再继续当leader 它未来只有follower可以做 无据美国的封锁 华为推出了升腾910B晶片 号称要取代挥达AI晶片 当时相当的吸引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 但是后来传出来说 华为的晶片良率比较低太低了 产能不足 所以很多大陆的科技公司 现在就只能回头采购 挥达在中国推出的特规版H20晶片 好 现在有多家的分析机构都认为说 这款产品在2024年的出货量 会达到100万颗以上 蔡老师真的有望可以狂甩华为吗 我觉得就是以现阶段的话 它应该就是它的一个量 它应该就可以超越那个华为 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华为过去是做手机的 它的一些晶片 都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采买 所以那个华为在这个晶片的一个发展上 所以它是算是比较慢的 在这个美国的一个贸易制裁之下 它才是什么 它才自己来去发展 所以它当然就是什么 脚步会远比较慢于那个什么 美国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制程 那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贸易 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当中 美国最在意的就是什么 因为辉达在中国大陆拥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辉达它一方面要符合中国大陆广大的市场 一方面又要符合美国的一个贸易制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所以它就特别去制作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特规版的一个 H20 那这个特规版呢就是什么 就是只是因应于什么 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特性 那它跟它所生产的一个 H100 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性能没有 H100 这么样的一个高 因为要符合那个美国的一个什么 对中国经济制裁的一个标准 然后第二个呢 它的一个处理器的一个效能也是什么 也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要去什么 就是要去符合就是美国的一个什么 对中国贸易制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规格跟那个标准 所以它才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规版的一个 H20 那这个特规版的一个那个 H20 在那个现在的一个华为 华为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深屯910B的一个这样的晶片 它号称是什么 是比这个更为什么 更为的一个强大 但是呢因为不良率 目前的一个不良率比较高 所以呢 大家就转而去来 来去什么 暂时性的用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所谓的一个特规版的一个 这样子的H20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能 但是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灰达它为了要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 它虽然是降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率 也有较弱的一个处理器 但是它整个的一个什么 整个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 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还在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呢 那个美国它要去封锁中国大陆的一个半导体 跟那个AI以及科技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呢这个会是什么 会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困难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本身也是在什么 请国家之力来去发展这一块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一个什么 现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半导体 跟AI跟晶片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后发性是什么 是非常的可以值得期待的 所以美国禁令出来之后 现在中国这边就是被迫成长嘛 所以他们的科技这几年来 真的很像是开外挂 但是我们要请教曾佳老师了 那说到这一次包括了华为的晶片 包括粮率还有产能 那是在大陆晶片的制程上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挑战需要克服的吗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个什么 面临的一个什么 就是它要用所谓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处理器 它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处理器的话 中国大陆它现在目前并没有办法 而且呢台湾的一个什么 就是那个台积电 它要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整个的也是受到了一个限制 它现在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高端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三奈米 甚至是两奈米 都没有办法到中国大陆来去生产 所以在台湾的一个这一块 它是受到了一个影响 另外呢过去呢中国大陆 它在前期在发展一个 它的一个半导体产业 晶片产业的话 其实韩国的一个海力士 其实是扮演非常大的一个什么 这些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但是隐习越上台了一个之后 那就配合了一个美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所以呢海力士的这一块也是什么 中国大陆也是受到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在台湾跟那个韩国的一个部分 都受到影响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呢现在呢 就是只能什么 只能用自己的一个力量来去发展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 灰达会是它的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仿效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中国大陆不论从过去的一个高铁的一个发展 然后甚至是一个所谓科技上的一个发展 其实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仿效的一种方式 再请国家的一个力量来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呢 目前的一个挥达 他们利用这样挥达一个比较低效能的一个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暂时的一个取代性 我觉得接下来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 华为它的一个什么 在不断的一个改善之效 我觉得它应该 应该是可以什么 应该是可以跟那个挥达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可以相互的一个竞争 虽然美国有这样的禁令 但是市场上大家也都想赚钱嘛 包含呢 刚刚我们听到说 这个老师帮我们分析 挥达在中国的业务 这一家呢 绘图晶片大厂 今年在大陆卖出的AI晶片 还是价值高达120亿美元 大家这样预期 那美国政府不断升级 对大陆的晶片出口的限制令 挥达受限于禁令 就只能提供一些降规的版本 不过市场上对抗政府 《华尔街日报》就披露 说其实现在中国大陆 依然还是可以透过海外走私 这样的管道 可以取得挥达生产的这个 先进的AI晶片吗 上级哥 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 哇 很惊吓 赶快打开新闻一看 啊 发现就是中国的一个学生 就攜带hand carry 这么几片 然后被查获了 也就是这么样 所以当然就说 哎呦 还是有管道 你可能就人海战术 可以带去多少 但是他对于这个企业的 随便的现在中国大陆 特别现在云端系统 有那么多AI产业 在中国大陆 百度也都发展 这些怎么可能有办法 能够满足了 所以他当然就只是一个 一个你知道 我觉得标题聪动了 但现在我们就不得不承认 我自己在看 比如刚刚前面老师所提到的 现在因为整个 回答一开始降规的H20 这个部分 早前一开始在中国大陆 评价不是太高 因为你就是降规 而且我要花那么多钱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 AI发展的需求 并没有比美国更低 而且很多的新型的专利 运算的这些算力的方式 需要很好的晶片 所以你回答给的东西 就是刺激套餐 然后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 一开始是反抗的 就是说感觉还不看好 但没有想到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Q2 第二季的部分 真的订单是增加了 因为华为的 Ascend 910B 感觉起来确实不稳定的状况 我想在中国大陆 业界应该还是有感受到 也就是Q1的时候 在今年第一季 回答确实影响 它整个部分的营收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比例当中 只有到9% 跟去年同比当中是22% 那虽然它总成长率是有的 但是确实是有点萎缩 就是刚刚讲的原因 但接下来Q2的部分 很明显那个需求量 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终究难以取代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 AI跟各方面 电动车的发展 那个速度太强了 需求你没有办法等 或者是被晶片所影响 但我最后要提出一点 除了这个夹带晶片 华尔街日报 我觉得太吹牛的这个东西 我认为大家值得注意三星 我觉得韩国在这一波 在美国半导体的当中 我觉得这一年多以来 对于美国当中 并没有一步一趋 大家要特别注意 三星自己也在发展 他们的AI晶片 虽然没有对外 在表达些多么多厉害的地方 但是很特别的是 他们现在预估 第一个在Q1第一季大暴涨 三星现在股票跌得死去 回来非常长的时间 股票回稳甚至回涨 现在三星自己淡淡的 偷偷的表达说 Q2的部分 它们会成长15倍 而且15倍的来源 你觉得从美国吗 怎么可能 都是被台阶人吃掉 其实就是从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认为大家要注意 现在不太多谈自己 AI晶片的发展的韩国 跟中国大陆的需求之间 他们会不会恰好 这个控打 那么也对于他们 透过中国市场 来打击台积电 这个部分的方向 大家要观察一下 是 那美国打压 中国的动作 还是在持续的 我们来看到彭博报导 拜登政府 考虑将AI应用所需要的 这些晶片 也列入禁止出口 到中国大陆的范围之内 里头锁定的包括了 环绕杂己 GAA结构的制程晶片 那辉达Intel 还有台积电三星 都打算在明年 要大量的投产GAA晶片 好 不过现在在 地缘政治下 防堵这就只是短期的解方 那张局长请问您 是华为什么样的黑科技 让美方真的感到焦虑吗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GAA晶片 GAA 第一个G是GATE 就是闸门的闸 第二个A是ALL 第三个A是AROUND GATE ALL AROUND 那我现在很简单的讲 譬如说我跟上次之间 我们两个都是晶体 那电脑其实运作一个很单纯 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有电跟没电 0跟1的变换 我想这个是 这个电脑基本常识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闸门 就是GATE 就是我跟它之间 来电或者是不来电 它有个通电的这种闸门 那这个叫做 一般来讲的话 这成熟制程是这样一片在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说是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你看晶体之间 就像我们这张桌子 如果是一个晶片来讲的话 我们了不起做十个人来讲的话 顶多摆十个人而已 就摆不了很多人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摆很多晶体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摆呢 就把我这个闸门 改成这个样子 值得摆 这叫FIN FET FIN是鱼鳍的鳍的意思 就是把它立起来 然后用这种方式 来让我们两个人 来做通电不通电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 这个就属于比较鲜硬制程 大概在目前三奈米 是用这种技术 那后续来讲 如果要发展到 一到或者二奈米来讲的话 就必须用GAA 就是Get All Around 那就是什么样子呢 它就不再是一块板子了 它就是 类似一个像这种圆形的方式 所有的主体 就变成一种圆形了 我可以更小 可以容纳人更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里面 本来我们只能做十个 现在我可以做上 这个二十个或三十个 因为我们之间间隔距离 就很近 所以说利用这种方式来讲 所制造的晶片来讲 就可以达到一奈米 那目前来讲的话 像台积电来讲 它还是FreeFET 这种技术 那GAA是最新的技术 目前来讲 三星它想要弯道超车 它想要跟台积电比 想要弯道超车 就用GAA这种科技 来想要做这个作品 那台积电来讲 可能它现在慢慢发现 如果说是 它要进展到一奈米 或两奈米 甚至于更 谢谢